飞蝶说 知识从未如此性感 飞蝶头条 爱章一致周五更新 据微信安全中心的数据显示 2015年5月之6月期间 共计拦截谣243万多次 在转发最多的50个谣言中 实时报道和食品安全类谣占了一半以上 其中有5个孩子频频走失 11种食品不能吃 一位名叫王小燕的主人医师多次上榜 这些谣言发布者一部分是恶作剧 纯属搞笑 如新的婚姻法颁布 女人可以同时拥有两个老公 一部分是为了片粉或打压行业竞争者 如某快餐品牌 是用八条腿的鸡等 还有一部分涉及诈骗 如寻人启示中留下的号码 很可能是诈骗电话或吸费电话 回播过去不是被转接到国外 就是转接到声讯台 不知不觉就消费了高额化费 大部分谣言 标题都带有 紧急 赶紧 警告 千万别 一定要等煽动性字眼 或者在内容中跟死和钱沾边的 如影尺虫百分百致命 寻人启示 愿把全部身家用于酬谢等等 看到此类信息一定要小心了 最后还是分别不清 可以把标题加上谣言二字 进行搜索 看是否有类似辟谣的报道 除了通过这些迈在特点来识别 最简单的方法 每天坚持收看飞碟头条 不仅能长知识 还能曝出谣言 如今很少有人的生活 不会接触网络 也许不经意间 你也转发了不经何时的网络谣言 那么这要不要负责任呢 浙江省公安厅王景就表示 微信算是网上一个公共场所 虽然对象是特定人群 如果在主观意识上 能判断该消息是谣言 或是虚假信息 那么不管是原创还是转发 都需要承担法律责任 大家也要自觉做到 不信谣和不传谣 插播一条重大新闻 飞碟说登陆地球三周年了 为了纪念这一伟大时刻 我们准备了iPhone6s B字耳机等一大玻璃品 来回馈长久以来支持我们的碟子 今日起至12月16日 微博关注 at飞碟说 并转发置顶微博 一年一多的大拍送 不容错过 不容错过 不容错过